双方争议的这套房是套工房 成租人是已经去世的黄先生 户口里有黄先生和黄先生的孙女 那么从法律上 这套房子到底有没有张女士的权利呢 那么我们讲 首先使用权不是遗产 不能化归到遗产 类别当中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讲遗产 什么叫遗产 就是这个人在去世之前 已经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叫遗产 那么房屋的使用权 当然不能归属到这个行列当中 因为它属于用义务权 而不是所有权 因此我们讲 这个使用权不能由张女士 来行使继承权 律师表示 这套房子是工房 只有居住权 在2001年的时候 房子经过一次改造 那时候张女士与黄先生 还没有领证 改造之时 黄先生与产权单位 签署了一份安置协议 协议上写明 有三位常住人口 但具体是谁 上面并没有写 那么这三个人当中 有没有包含张女士 这有没有可能成为 取得居住权的依据呢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女士 提供的材料当中 有原来的一个安置协议 安置协议当中提到了三口人 这三口人 因为安置协议签议的时候 你和您的先生 应该还没结婚 那么这个时候 三口人是不包括张女士的 那张女士肯定不能作为 那三口人之中的一个人 去跟我们的产权单位 定立这种成租关系 产权单位 我相信她也不会认可 张女士这种成租身份 您律师您说那个 三个人就是说 刚才办理成租人的时候 三个人指的是谁 这三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因为这个协议定立的时间 在于您结婚之前 所以这三个人肯定不包含您 如果您想搞清楚 三个人是谁 包括谁 您向产权单位去核实 因为那个协议是 跟产权单位签订的 当事人签订的当事人 已经去世了 那唯一能核实的 就是产权单位 好吗 可是那个什么 单位说了 你不同意 他当不了成租人 我不同意 他也当不了成租人 当时房产部跟我这么说的 将来你想变为成租人 那你们可以向单位 主张这个权利 对 但是你们要符合 相应的条件 因为按照现行的政策 我们要变更新的成租人 它是有几点官方的 这种要求 比如说共居两年以上 然后要求户籍必须在这 必须是近亲属关系 然后还没有其他住房 等等这些要求都符合 还得家庭成员共同同意 才可以变更为新的成租人 客观上您取得 使用权也好 变更成成租人也好 您的困难很多 嗯